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今年英国打折季买的一些东西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你有喜欢的东西的话 我会尽量把链接留在下面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首先我想给大家看的是 两双我在Gucci买的鞋子 我是在他们家网站上订的 因为Gucci呢每年会 应该说有两次的折扣吧 一次是夏季这个6月到7月份 然后呢还有一次是 12月圣诞节之后到1月份吧 然后每次打折的时候都会 基本上是半价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那首先我买的是这双鞋 这双红色上面印花的鞋 乍一看其实我开始觉得 这个花色其实很有乡土气息了 但是后来就觉得越看越好看 这个红色呢不是那种正红大红 它是有点暗红色的 然后这个花呢其实我在Gucci经验出的一个 那个链条翻盖的包上面看到过这个花色 我觉得非常好看 但是那个包实在是太贵了 我就下不了手 然后看到这双鞋也有这样的印花 我就买了 而且它的根呢是比较粗一点的根 然后它是75毫米的 如果呢你是像我一样不太穿高跟鞋的女生的话 其实这个高度还是可以接受的 它如果是一直走路的话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它还有一双 同样颜色它是95毫米的 那双就可能太高了一点 然后比较难驾驭 所以呢我试了一下 这个鞋子呢我一般是英国是4号到4号半 然后这双我买的是37码半嘛 然后它有一点点大 然后呢我就在后面贴了这种硅胶的后跟贴 然后就非常的合脚 这个是牛皮的不是布的 然后我个人非常现在非常喜欢这个印花 因为我看到好多好多时尚博主有带这个印花的包包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我就非常喜欢这个花 而且呢这个花非常春夏的感觉 如果你是穿简单的那种裤装 我觉得非常适合穿这个鞋 因为不一定要很小女人的嘛 如果你穿的比较中性一点 然后下面配一双这个鞋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我觉得 所以呢 诶我很喜欢这双鞋子 这个是原价是380磅 然后达到190磅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应该网站上还有一些库存吧 然后下一双鞋子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也是Gucci的 然后是一起买的是这双平板鞋 它是有一些 那个高帮的嘛 然后这个是Gucci他们家经典的那个Canvas 然后这个因为是上过浆的Canvas 所以说它不是普通的帆布 很容易会脏啊什么的 这个上过浆的你很容易如果脏的话就擦一下 应该就干净了 然后旁边呢就是一些都是漆皮的 我很喜欢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种这种颜色组合在一起很翘 然后呢又很女生的感觉 这种鞋子很容易穿 然后特别是如果你穿牛仔裤T恤的时候 这个穿这双鞋子就会很亮眼 然后特别适合简单的装扮吧 而这双鞋子我买的是38码的 一般这种运动鞋类的我会买大一号 因为冬天如果穿厚一点的袜子的话 大一号会比较舒服 不然的话鞋子会比较紧 OK就是这样 这双鞋子 这个鞋子也是一样的价格 也是380打到19 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呢 是我最近买的一个包包 那也是在打折的时候买的 是这个ProVisant Skooler的PS1 bag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包包 其实YouTube上面也有一些这个包包的介绍吧 这个是一个美国的品牌 然后呢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包包 我喜欢这个包好久好久 但是呢因为它一直没有打折嘛之前 我就没有下手 因为很久以前我看到过这个包包 在网站上打过折 但是如果它是会打折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付原价买这个包的 不管我有多喜欢它 我一定会得到打折 那这次呢它终于打折了 首先我是在那个 我们英国的一个百货公司的网站 Having Nichols看到这个包包 它是一个很深的墨绿色 然后它是半价 我当时很高兴我就买下来了 买完付完钱之后呢 两个小时之后收到一个邮件 说啊包包没有了 当时我就非常非常不高兴 然后和他们客服来来往往邮件 来通讯了很久之后 其实是没有后果嘛 因为他们也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包包 因为他们卖完了 那我就只好再等哦 然后终于我就每天就刷那个 Proenda Schooler的官网嘛 每天刷每天刷 终于有一天它打折了 我就很高兴 然后呢也有深色 我一直想买一个深色的嘛 那这个是唯一的一个深色打折吧 还有一个是那种宝蓝色的 我不是特别喜欢 那这个颜色是Oxblood 它是一个降红的那种颜色 我觉得很适合秋冬 但是其实平时春夏杯也可以到我们这里 深色不容易脏嘛 然后就可以随便用 我最喜欢这个包包的原因呢 首先是因为我很想买一个 之前就一直很想买一个垮垮的包包 也不是很垮 就是那种软软的包 不是很structured的那种 然后这个包的皮呢是羊皮的 它不是小羊皮很容易刮花 它比较牢 然后呢它又非常的软 所以我很喜欢它 还有一点呢是它内部有很多很多的口袋 我觉得这样的话收纳会比较容易 而且它容量也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想看我包包里有什么的视频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可以做这个视频 我已经开始我一买就开始用这个包包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 之后呢我又在那个Nair Porter网站上面买了两双鞋 Nair Porter是一个网站 它卖很多的品牌啦 你可以上去看一下 我会把链接留在下面 它应该运到很多国家吧 应该 然后呢我买的两双鞋子呢 都是一个美国的品牌 它是叫做Sam Edelman 应该听说过吧 然后呢第一双是这个 这个怀靴 它是旁边有流苏 然后有一点点小跟 它是几皮的 这个几皮质感还是很好的 然后呢它穿起来很舒服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百搭的 因为你可以配牛仔裤穿 其实也是可以配裙子穿的 你上面可以穿那种比较 波西米亚风的裙子 然后下面配这个靴子也是很好看很好看的 如果你夏天不怕热的话 我觉得有一点小跟走起来会比较舒服 然后这双鞋我买的是美国的7号 然后呢应该是37码吧 我买的是美国7号 然后这双鞋穿的正正好好 穿袜子也可以穿 我很喜欢很喜欢 而且它旁边呢也是可以翻起来的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翻下来的话 可以翻起来穿也有拉链 觉得很好看 然后呢这双鞋子是原价120磅 然后打折打下来才36磅 所以我觉得很划算 然后呢我还买了一双鞋子在他们家 The Sam Edelman 然后这个也是几皮的 就是一双很简单很简单的黑色 like短怀靴吧 然后它的根比较小一点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怀靴 然后我就觉得平时 穿牛仔裤或者是穿裙子都可以穿啊 然后 很容易搭配嘛 所以我就买了一双 它也是很便宜 它是原价120磅 打下来30磅吧 觉得很好看 它的脊皮质量也是好 但是我要说一下这双我买的也是7号 它有一点点小 如果你跟我脚码差不多 你的脚不是很瘦的那种 因为它前面是有点瘦嘛 如果你的脚不是很瘦的那种 我建议买大半号会比较舒服 因为有时候你冬天穿稍微厚一点的袜子的话 这双就会比较计较了 好了 这个就是在那个Netaporter网站上买的 随后呢 我想给大家看的呢 是我在Burberry网站上买的一件封衣 我之前一直很想在Burberry他家买一件封衣 我去试过那个Heritage的封衣嘛 在他们的店里 然后当时穿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喜欢 但是呢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高了 我就没有买 然后呢 我听店员说呢 他们家这个Heritage那个系列呢 是不会打折的 它会打折的是那种fashion piece 就是他们当季的那种新设计出来的 就是比较时尚的款式 那我在打折季的时候 我就稍微注意了一下 我有看到很多很多风衣打折 我当时买了一件是Burberry Barrette的牌子的 然后呢 送来之后呢 穿的不是很好看 它到底是那个fitting和什么都不太一样 然后比较宽松一点吧 我就不是很喜欢 我就把它退了 然后呢 我后来又在他们家网站上看到一件 很好看很好看的风衣 它是那个Burberry Prossom这个牌子 它是Burberry比较那个runway的 那个系列嘛 然后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风衣呢 在这里 是这样的一件 它呢 不是那种像Burberry London 他们家有那种经典格子 它脸上是没有那种格子的 它就是一般的 就是同样颜色的 然后呢 我喜欢这件风衣的原因呢 是因为 我觉得首先 我是看了那个 网站上的模特嘛 他穿的时候 背后那个剪裁是很服贴 很好 我觉得非常好看 我不是很喜欢背后有一块那个 你知道翻下来那块布的感觉 其实我很喜欢这样干净的感觉 我觉得很好看 其次呢 它双排扣 也是很漂亮很漂亮 因为我看到打折的那几款里面 有些扭扣呢 它是那种 黄色的或者是那种 带帽色的 我就不是很喜欢 我喜欢这种深色的 偏黑的颜色 然后它的扣子也是非常多 最主要的呢 是它这边腰身的地方收得非常好 然后下面呢是有点 烹裙的感觉 后面的有一个开叉 然后穿上身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这件缝衣 但是这件缝衣呢有点长 所以呢 一定要穿高跟鞋的时候穿 因为我本人呢 是1米67 但是对我来说 这件其实还是有点长了 不穿高跟鞋 就会显得有点矮 所以呢 这件一定是在穿高跟鞋的时候出去穿的 它们家面料很牢 然后它是防雨的 我就觉得非常值得 这件缝衣 嗯 我当时买的时候是750磅 它是半价 虽然750磅其实还是很贵啦 对近缝衣来说 但是我觉得 它是那种经典的颜色和 那种 有很多经典的特征 其实我还是觉得非常值得的 OK 这些呢就是我所有在网站上面买的东西 那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那个伦敦比斯特村买的一些东西 如果你不知道比斯特村是什么的话 它是一个 嗯 离伦敦大概一个小时火车车程的一个打折村 它就是一个outlet嘛 然后如果你进去看的话 它有好多好多品牌 然后折扣也是比较好的 不过你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在里面找 因为其实逛一天还是很累的 首先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副 我在那个比斯特村的prada里面买的一副太阳眼镜 它长这样 它就是一副大黑空眼镜 但是它上面呢充满了毛钉 非常好看 那如果是一般来说 我在橱窗里看到这副太阳眼镜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买的 因为我觉得它有点张扬 但是呢我在prada里面 我本来是要买一个包的 然后没有看到喜欢的 我就很无聊就拿太阳眼镜戴着玩嘛 然后戴到这副的时候我非常惊讶 因为我觉得戴着很好看 我从来不会觉得这样的眼镜会好看 因为它上面真的是太多毛钉了 但是戴上其实不会觉得太夸张我觉得 它很适合我的脸型 因为我的鼻梁不是很高吗 其实我买太阳眼镜的时候也是比较困难一些的 如果有喜欢的眼镜 它不是这边就是做的太窄 就是旁边这边太宽 然后眼镜呢不是往下滑 就是这边挤得很痛 所以呢 对我来说有一副合适的太阳眼镜 是非常靠机缘的 所以我看到它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它 然后呢尤其是呢 它在头上的时候呢是很服贴的 可以看到 做头孤也是很好看的 因为一般你知道买太阳眼镜 有时候会这样翻起来的嘛 这个是非常服贴 所以我觉得很好看哦 这副眼镜是130磅 我在百货商店也看到过它 它打折的时候在百货商店的话 也是200多磅 所以我觉得在比斯特村买是很划算的 嗯 然后呢我又去了Burberry 我在那个比斯特村去Burberry 本来是想买风衣的 我是在我买风衣之前去的 我去看风衣的时候呢 没有看上喜欢的 因为那个比斯特村的风衣和他们 就是精品店里面的风衣是有点不一样嘛 它那个fitting不是非常好 然后剪裁啊各种都穿的不是很好看 我就没有买 然后呢但是我买了一件 这个 这是一件大衣吧 然后它是那种泥的料子 然后有一点深蓝色的 不是黑色的 这边是双排扣 然后是一个大的西装领 背后呢也有这个开叉的细节 穿上身很帅气很好看 然后我觉得下面不管是穿牛仔裤 我还是穿个长靴啊都非常好看 这件呢我觉得冬天还是买实用的 它是原价 原价多少 其实我不太清楚它的原价 它原价是495磅 然后现在是199磅 我在比斯特村买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比斯特村看一看 要有机会的话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Burberry的这种大衣 在比斯特村买还是比较划算的 它是那个Burberry Brit那个牌子的 然后我觉得因为现在嘛 你在Zara什么买一件大衣的话 也快上100磅了吧 所以说如果真的想买一件好的大衣 在Burberry里面可以找到这样的价格的大衣 还是非常划算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真的去看一看 最后呢我去了一家店 它的名字叫Reese 它是一个英国的牌子 我买了一条这样的裙子 看得到的话 这是一个蕾丝网状的这种裙子 里面是有一个衬裙的 我很喜欢这个裙子的长度 不是很长也不是很短 然后呢这样的长短呢穿着比较舒服 因为太短的话你又怕曝光 然后太长呢 显得推短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裙子的长度非常好 而且之前呢我一直很迷 有一家牌子叫做self portrait 他们家的裙子都是这种风格的 然后非常非常的美 但是他们家价格实在是很贵很贵 我之前有买过一件打折的 但是因为太小了我退了 然后在那个打折村里面看到 Reese他家有这样的裙子 我就没忍住买下来 嗯它是原价100多磅吧 打下来55磅 我觉得这个裙子还是很实穿的 然后又很美的感觉 然后呢我去了一家叫Ted Baker的店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Ted Baker是一个英国的牌子 然后呢他们家的衣服很美 但是如果是百货公司买打折的时候 也要一两百磅吧 如果你想买Ted Baker家的衣服 一定要去Bester Village看一下 他们家的衣服折扣很大 在那个里面 然后呢我买了三条裙子 第一条长这个样子 它是很有那种度假丛林风 东南亚风吧 上面有白色的小鸟 然后呢整个裙子上面都充满了这种棕榈树叶 感觉很有度假风 然后呢后面是一个小拉链 这个料子也是很舒服 不是那种太薄的那种丝的感觉 它是有稍微有一点点厚度 但是也是很顺的料子 然后穿在身上很舒服 所以说夏天如果出去度假的话 真的是很鲜艳很好看的一条裙子 这条裙子买的话 它原价是129磅 现在打折下来才26磅 所以我觉得非常划算 然后呢我还买了一条这样的裙子 这条裙子呢比那一条稍微正式一点 其实上半也是可以穿的 上面就是这些紫色的花 然后背面呢是有一条玫瑰金颜色的拉链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这个裙子上身效果也很好 如果你稍微有点小肚子的女生穿这个也不会显胖 这条裙子是有点那种薄的空气棉的感觉 它也是原价139磅打 下来的话是47磅 也很划算哦 然后最后一件我买的呢 其实这件呢喜欢的人很喜欢 不喜欢的人应该会很讨厌嘛 是这样的一条 它也是空气棉的 然后呢它有领子是长袖的 这个图案呢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的吧 但是我一看到这个图案我就好喜欢 因为觉得这上面有彩虹啊仙境的感觉 好喜欢 然后背面也是拉链的 我个人是很喜欢的 但是我老公说不好看 但是呢穿在我身上我觉得好看就可以了 这件裙子是稍微厚一点比刚才那一件 它是139磅打下来40磅 所以我也觉得很划算 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买这种 稍微好一点牌子的裙子和衣服的话 一定要去那个比斯特村看一下 有机会的话 真的那边其实你慢慢逛的话 是会找到便宜又好看的东西 好啦这些就是我在今年打折季买的东西 我应该不会再买更多的东西了吧 再买真的要脱手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呢 记得要订阅 我下次应该会做What's in my bag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然后呢谢谢大家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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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